哈喽大家好,我是吴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新王龙维尔达纳瓦是四大龙种之一的兄长 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用人长时间创造了智慧生命体 他一直都是最强的存在 但直到他和人类生下孩子后,他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 新王龙冲生后,变成了女儿米利姆的宠物 但最后却被长耳族杀害,从此没有复活迹象 今天我将介绍新王龙维尔达纳瓦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据说,新王龙是世界最古老的龙种 他经历数亿年才创造出智慧生命体,创造了世界 新王龙创造的世界与创世纪非常相似 在创世纪中,上帝在七日内创造了世界 而在亿万年的时间里,新王龙像创世纪一样创造了世界 据说,创世纪有多个神,而新王龙也有多个龙种 他们都是新王龙的兄弟姐妹 因此新王龙被认为像创世纪中的神 在创世纪中,上帝第一天创造了白天和黑夜 第二天创造海洋和天空 第三天创造生活在地球上的植物 第四天创造太阳和月亮 第五天创造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 第六天创造了人 最后第七天完成了创造并休息 创世纪的内容与新王龙的传说极为相似 可以说很有可能是以创世纪为主题的 另一方面,新王龙创造世界是为了摆脱他的无聊 创造人类是因为他想成为按照自己的预愿行动的人 而创造了世界的新王龙终于看到了宇宙的尽头 或许你可以把转身史莱姆的世界想象成宇宙 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创造方式和创世纪中的完全一样 又过了一段时间,新王龙开始觉得无聊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无聊 新王龙放弃全能的自己 他偏制世界的规则,再将自己变为龙种 这一刻就是新王龙维尔达纳瓦诞生 新王龙的身份目前是四大龙中的兄长 兄长,新王龙维尔达纳瓦 长女,白冰龙维尔沙哲 赤女,卓乐龙维尔格林 赤男,暴风龙维尔德拉 新王龙作为造物主是最强的存在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接近神的存在 原初志宏经认为自己是最强的 于是,他挑战新王龙来证明自己 当然,结果竟彻底被打败了 但这次的战斗让新王龙和金成为了好朋友 新王龙委托金成为世界的调听者 金为了避免人类自相残杀 选择成为魔王这个对立的存在 接着让人类能够共同对抗他 卢德拉是转身斯莱姆中的第一位勇者 新王龙结识了卢德拉 同时卢德拉成为了新王龙的土地 新王龙委托卢德拉成为勇者 目的是要防止调听者金暴走 卢德拉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 同一秒战乱与纠纷的世界 而新王龙也希望创造这样的世界 但新王龙在这方面做得最少的行动 于是新王龙协助卢德拉 新王龙要推荐卢德拉 首先要获得调听者金的认同 卢德拉拥有余金相当的战斗力 但因种族的极限慢慢的跟不上金的成长 最后于今许下了游戏的约定 他们赌的是统治这个世界的权利 他们的游戏已经进行了2000年 顺体一下 新王龙将究极技能 正义之王卢德拉的事业之王交换 新王龙委托迪诺诺成为监视者 调听者金的作用是压制人类 勇者卢德拉的作用是威慑调听者 防着调听者暴走 而迪诺作为监视者的是看着 调听者和勇者的因果关系 新王龙和卢德拉的妹妹露西亚有深厚的关系 最终他成为了新王龙的妻子 新王龙和卢德拉生下了米利姆 但新王龙违反自己所创的规矩 造成了自己全部力量被剥夺 结果新王龙受到寿命的耶稣不再永恒 但后来他和卢德拉被大魔法杀死 重生后变成了自己女儿米利姆的宠物 盖亚 新王龙重生后变成宠物盖亚 米利姆很快的和盖亚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一同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但最后却被长耳珠杀害 从此没有复活迹象 本来龙重即使被消灭后 将会在一段时间后复活转世 但前面说到 新王龙将部分力量传递给了米利姆 所以作为龙重的力量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没有复活的能力了 我们来看看新王龙游泳的究极技能 新王龙原本的究极技能 正义之王米加勒 全能拥有 王公防壁 王者的支配 天使之军事 天使之配者 这些都是恐怖的力量 尤其是发动天使之军事 可以召唤使用超过100万的天使 是一种可以毁灭世界的威胁性力量 四月之王乌列尔 新王龙和路德拉交换获得的究极技能 全能拥有 无限老异 法则操作 万能解解 空间支配 当新王龙去世后 四月之王分散在世界各地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来到了黎姆路的手上 我们目前已经了解到 新王龙的身份和究极技能 我们也知道 新王龙如上文所述死去 但有人说黎姆路是新王龙的转世 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待呢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说法对不对 黎姆路转世成为史莱姆和暴风龙相遇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面 史莱姆算是这个世界弱小的物种 而暴风龙是这个世界天花板级别的魔物 在机缘巧合之下 他们相遇还成为了好友 当然这可能与暴风龙囚禁在 无限老月300年有关 他被困在这里太久也很无聊了 但龙种是史莱姆为朋友的话 这有点不太自然 或许是暴风龙在无疑事上感受到了 黎姆路有类似新王龙的象征 暴风龙感觉到黎姆路拥有无比的亲密感 后来黎姆路遇到米利姆 米利姆路也被米利姆认定为好朋友 米利姆一开始就对黎姆路很友好 但实际上米利姆接触的朋友并不多 除了米姆路之外 应该是弗雷和拉米利斯 米利姆一见面就对黎姆路的感觉良好 或者就像暴风龙一样的故事 米利姆感觉到黎姆路像他的父亲新王龙吧 四约之王乌利尔 在新王龙死后下落不明 这个技能是维尔格林苦寻不得的技能 这个技能是黎姆路以无限老一为技主 怎能而获得 黎姆路创造了这个技能 是干扰了世界的根源 维尔格林说除了新王龙之外 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 相反可以说黎姆路等于新王龙可以做到 这让人联想到黎姆路就是新王龙的转世论 黎姆路成为转身史莱姆中最开挂的角色的原因 是因为拥有独有技能大选者 大选者是黎姆路转世时获得的独有技能 最终计划成为智慧之王拉菲尔 后来黎姆路把他命名为夏尔 他拥有了完全的自我 原本智慧之王拉菲尔是路西亚的技能 四爷之王和智慧之王 原本就是转世神夫妻的技能 所以推测黎姆路实际上是新王龙转世 而大选者是路西亚转世 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黎姆路实现了新王龙的理想世界 自从黎姆路来到这个世界 黎姆路结识了不同的朋友 也增加了不少部下 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黎姆路是要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 而这个理想真是新王龙的理想 假设的话 可以说新王龙重生转世的黎姆路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那么你们对于黎姆路是新王龙这个说法 有什么看法呢? 我也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有兴趣 欢迎你们留言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